大家好,我是Kate,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夏天又终于来到了 天天都这么好天,太阳又毒又晒 我们的皮肤都一样天天在干煎 无论大家喜不喜欢护华活动和阳光玩游戏 美白都变成我们平日保养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那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私藏的夏日美白五大功力 如果大家对于美白的课题都有兴趣的话,就记得看下去啦 美白的重点对于我来说就是 就是这个盛田屋的豆腐面膜 对于我来说,美白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用对的面膜 这个面膜我自己觉得真的属于死烂鬼门的音乐 每天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完成这个面膜 这个豆腐面膜是可以每天使用的 我每天起床的时候我就会洗面 洗完面就会上这个豆腐面膜 然后就开始擦牙 擦完牙裹多两三分钟就可以洗走面膜了 对于这个分秒必争的早上来说 就真的非常用心的 同时也可以满足到我们每天美白和保湿的需要 给大家看一看的质地 是偏向一个乳酪的质地 敷面膜的时候就好像用雨露在面上的感觉 那些人通常都会建议用刷子上这个面膜 我自己会喜欢用手指上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抹得均匀一些 以及能控制到那个分量 那这个豆腐面膜 一个很重要的使用原则就是 你一定要后敷 而且最少要敷够五分钟 那我自己就连续用了这个豆腐面膜七天 那你可以看到我第一天和最后一天 皮肤的一个分别在 那我自己觉得用了七天这么多 那皮肤明显会变得白了 而且会更加有这个通透感 那我自己开头看的时候 其实都以为这个面膜会很黏 但其实是完全没有的 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面膜 那这个豆腐面膜 它是一个食物等级的面膜 它里面除了有豆腐作为一个主要的成分之外 那当中的乳露成分 可以令到我们皮肤更加凉窄 而且会更加有通透感 而蜂蜜的成分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个保湿和滋润肌肤的一个功效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蜂蜂蜡的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 那这个面膜就没有添加多余的物质 也不含一些矿物油和化学物质 那就连这个敏感皮肤和印斧都可以使用 那大家也可以在各大的零售店里找到这一款的豆腐面膜 那大家记得买你试一下吧 那平日就可以用这个死两鬼的方法 去帮我们的皮肤做一个美白和保湿 去到星期六日比较有空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应该为我们皮肤做一个深层的美白和保湿 那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就是肌美精的超渗透3D美白立体面膜 那这个面膜有什么特别呢? 那其实呢 它里面就含有这个丰富的高醇度维他命C 那就可以有效抑制这个黑色素的形成 和预防这个雀斑的蛋身 那它里面就有这个胶原蛋白和风黄漿的精华 那它有一个柠檬的精华 可以去黄去暗牙之余 也可以令我们的皮肤越来越白 加上这个面膜的立体3D展裁 那就可以照顾到我们整块面的肌肤 那同时它连下巴位也都照顾了 那就可以预防皮肤出现两折色的问题 那同时呢 这个面膜也是很贵死多的精华的 那它里面呢 其实有30ml的精华这么多的 其实呢 拿完面膜之后呢 那袋里面呢 也会有剩余的精华 那记得呢 就不要浪费了去 塗上那条颗道 和手手脚脚 那同时呢 也可以照顾其他的肌肤 那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这个面膜也是挺划的 那我美白的第二个秘诀呢 就是这个清洁了 所以这个白正的皮肤呢 不要以为呢 只是用一个美白的面膜 或者用一些美白的面霜 就可以一步到围 归根究底 我们也是需要一个好的皮肤基底 那所以呢 我们要先做好这个皮肤和毛孔的清洁 那它会令到我们的美白保养品 呢 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那我最近呢 就很喜欢用一些酵素的洗面粉 因为呢 大部分的酵素洗面粉呢 可以有效去除这个皮肤角质 同时呢 也可以去除这个暗沉 令到我们的皮肤呢 看起来呢 更加之透亮 最近呢 我就用这一支的木瓜酵素洗面粉 那它里面呢 就含有这个AHA和BHA 那就可以呢 有效分解这个老化角质和油脂污垢 那里面呢 就没有任何色素和走生的成分 对于我们的皮肤呢 是非常之友好的 同时呢 它也是非常之容易去起泡 那就可以把我们鼻液 这些位置的污垢呢 都洗得非常之干净 那这个牌子的酵素洗面粉呢 也是比其他牌子呢 都来得便宜的 所以呢 大家呢 如果是小之女啊 又或者是学生的话呢 都可以买来试一试 那我自己呢 都有继续用这一支的洗面粉 那我自己觉得呢 它也真的非常之好 同时呢 我很喜欢呢 它这个洗面粉呢 尾巴不厉害 因为有时 市面上一些洗面产品呢 都会有很厉害的香料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温和一点 那我觉得呢 洗完之后呢 臉呢 就不会说非常之繁紧 那所以 如果大家最近都是沉默着 这个洗面的产品的话呢 都可以试一试 好 那来到我的美发第三个要求 那就是这个防晒 那防晒大家都知道 对于美白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它就是这个预防的担当 那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呢 大家都知道的啦 那所以呢 我都相信 其实很多人呢 都有擦防晒的 这个习惯的 但是呢 其实很多人呢 在出街的时候 才会擦防晒 那其实呢 平时就算我们不用出街也好 其实我们呢 都是需要用这个防晒的 因为呢 我们在家的时候 那我们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会用到一些电子产品 那其实呢 电子产品所发出来的蓝光 对于我们的皮肤 都是有一个极大的伤害的 同时呢 也是有机会 使我们皮肤的黑色素 是不断地增加 所以呢 这个夏天呢 即使每天都在家里呢 大家都记得呢 要塗防晒啦 那关于防晒的第二点呢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防晒的用量 上网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常常听到 塗一粒豆的份量呢 就已经够了 其实呢 一粒豆的份量呢 是绝对绝对不够的 那多少才为之够呢 每一个平方公分呢 就需要塗到 这个2毫克的防晒的 那我自己的死冷鬼的关系呢 所以我不会量着自己用了多少的防晒 那所以呢 我平时呢 就会用一大批的防晒 帮我皮肤做一个防晒黑的动作 所以呢 大家不想塗黑的话呢 除了日日要用防晒之外呢 都记得要用够的份量 立刻再加一些才不是开玩笑 来到第四个功力呢 就是 喝豆浆 那豆浆呢 里面呢 含有丰富的大豆耳黄酮 适当的摄取 可以令到我们的皮肤 更加一支光滑和细致的 同时呢 它也有一个很棒的功用呢 就是按内黑色素的形成 同时呢 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令到我们的皮肤白滑有弹性的 那所以呢 很多的美白护肤品呢 其实都会含有一个大豆的制品在里面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刚才所介绍的豆腐面膜那样 都是含有一个大豆的成分在里面的 所以呢 会令到我们的皮肤越来越白滑的 除了一些美白的功用之外呢 那其实呢 豆浆还含有这个植物性不饱和脂肪酸的 那呢 是有助改善这个女性的内分泌问题的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平时也可以多些喝豆浆的 那我自己呢 都喜欢喝无糖的豆浆的 感觉呢 就会更加健康一些了 好了 那来到最后的一个美白攻略了 相信呢 也是最难做得到的 就是 不要夜睡 这个呢 绝对绝对是最难完成的一样东西 一般认知 我们熬夜呢 其实会令到我们的皮肤 毛孔变得粗大 加上会有一个黑眼圈的问题 会浪费一些粉刺 甚至爆一些豆的 其实呢 熬夜还会令到我们的皮肤 变得暗牙 辣黄 和没有光砸 所以呢 约成这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呢 真的对于我们的心理和心理呢 都是一个百里而无一害的选择 当然做不做得到就另外一回事啦 但是呢 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的皮肤很暗 或者毛光砸的时候呢 可以尝试一下做些睡觉的 那在我身上呢 都真的挺work的 好 以上呢 就是我的下日美白五大功力了 都希望呢 可以帮到大家在美白这条路上 走得舒服一些的 那好多谢金主妈妈的支持啦 那他亦都sponsor了一些的礼物呢 就送给我们的观众的 今次的giveaway呢 就会有这个盛田屋的豆腐面膜啦 那这个肌美症的超线透 立体3D面膜啦 和这个 莫瓜酵素洗面粉的 每样产品呢 都会有一个幸运仪啦 那我会分别在youtube和IG 抽出三个幸运仪的 那怎么参加这个giveaway呢 那首先呢 就要like这条片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接着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最想试的产品是哪一样啦 第三呢 就是留个email给我啦 方便我抽出了去问移之后呢 就联络回来的 而IG的giveaway呢 大家都可以subscribe我的IG啦 去回相关的贴纹 留意那个步骤啦 那今天这条片呢 就来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呢 记得给我like我啦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我来到这条片里 在这条片里面 也要帮我把你继续一下 我来到这条片里面 我来到这条片里面